下来我们要画出 这个可以 那其实当然你也可以什么标 这边有标注嘛 你也可以去标那个尺寸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讲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希望画出来 就类似像这样子 外面这个圆是有画出来了 可是里面这边还有很多的弧 对不对 那实际上弧 这个弧部分呢其实也是什么呢 也是那个圆的一半 所以是半圆 这个这个 OK OK 实际上这边 里面的话也是 一个圆了只是一个半圆那这边总共几等份 6等份嘛对 所以你其实那个距离应该是 70 除以6嘛对不对 除以6 那出不进 所以这个尺寸的话在K的里面如果你要画 画线 那我们可以讲当辅助比如说你可以先画一条线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这条线有个终点 这个终点不就是这个圆的什么 圆心嘛就是中 中心点 那你不就可以画第二个圆 然后你可以再画一条线 这条线的话就多少 70除以多少 70除以3嘛 对不对 这条线 然后再来什么 70除以多少 一半嘛 一半嘛 就35嘛对不对 然后再一直往 再再画出来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假设我要把其他圆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做辅助圆 那我们怎么画呢 其实 接下来就是 在这边我画线 画线 点一下线 反正画什么都可以上面都有嘛 画线对不对 然后从哪一点呢 从这一点 那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实际上有个点 我刚刚不是讲锁点对不对 锁点就是我现在 我应该是从这边的这一点 要刚好是这样 这边有个叫四分点 可是现在四分点有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你会乱点 你乱点也可以 有的人就是 没有点然后就乱点 乱点看起来看不出来 可是你一放大就露线了 那我怎么样 刚刚好我今天就是要叫这一点出来 这一点的实际上 就是叫做 四分点 然后现在不会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有没有讲 物件锁点 物件锁点里面 假如说 你按右键 记得按右键 会有个四分点 有没有看到 四分点现在有没有按下去 没有按下去 所以没有按下去 它就不会被锁住 不会被锁住的话 那你游标放在上面 它就 不会出现这个点 不会出现这个点 你怎么点都 都会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把四分点点下去 好 点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再重新再点一下线 我要从 这个圆的 四分点 所以 四分 你就游标放在这个圆上面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什么 这个边就会出现什么 一个四分点出来 对不对 这个点就是我们要的锁点 所以其实物件锁点 指的就是说你针对这个物件 这个圆就是一个物件 你要锁在哪一点 而且这是最精确的 你不能乱点 然后点下去之后的话 我要拉过来 拉过来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 这有极坐标 那我要往那个水平的方向 给他多少 70除以 对吧 70除以6 所以你就输入 70除以6 按个Enter 他就会帮我画一条线 方向你要给他 方向就水平方向 有没有 就是 这边有个虚线 按Enter 这样的话这一条线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你可以按那个跳开 Escape Escape 跳开 就会结束掉 或者是你按空白键也可以 按空白键也是结束 好 那我画出这一条线之后的话 我可不可以在上面画一个圆呢 可以啊 就是 接下来中心点 那我要怎么画那个 那个圆出来 一样 点一下圆 然后我要在这一条线 中间的这一点 可是你会发现 他的中间这一点有没有出来 他只有什么点 端点 这个 如果说没有出来 那我要可不可以把这个 线的终点叫出来 可以啊 物件锁点按右键 有没有看到有个终点 终点 因为我没点下去 所以他一定不会出来 点下去之后 那我可以怎么样 终点出来 终点一定是三角形的 这就是锁点 终点的锁点形 它的形状就这个 那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然后接下来它的半径多少 它的半径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画图的时候 你可以不知道尺寸 你只要知道 就是刚好这一条线的什么 这一条线的 这个 端点就可以 你就这个端点怎么样 点下去 就完成了 你不用告诉它尺寸 不然你还要再计算 它的半径应该是多少 70 除以 12 你也可以打 70除以12 可是这个是比较笨的 比较聪明的 因为 刚好它的 四分点就刚好它这一条线的端点 点下去 就会 OK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只要怎么样 这个 圆的 一半 所以我要做什么事呢 把 下面这一部分 怎么样 去掉 但如果你没用过小画家 小画家不是有橡皮擦吗 那其实在 这边也有橡皮擦 类似的功能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 在 工具列上面 其实我们往后基本上 都会在这上面 你可以找一下有个叫做修剪的 有没有修剪 那如果你修剪很简单 特别是修剪的功能 你要记得 点它一下 马上按空白键 修剪马上按空白键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 这个 下面这边有没有 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不见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条线 删除掉 可是呢 特别注意 修剪 它是一个连续的线段 修剪掉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一个物件拿掉的话 请你按跳开 Escape 然后呢 再把 这个 它是一个 物件 独立的物件 所以不能用修剪 修剪是 一个物件的某个部分 比如说这个圆 我下面不要 那用修剪 可是如果一条线 它是一个完整的物件 对不对 不能用修剪 要用什么 Delete 键盘 不是有个Delete 你就选它之后 按Delete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什么 删除 按Delete 或者删除 也可以 可以啦 这样不就修 修掉一个 修掉一个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接下来可以这样 画下一条线 然后下一个圆 画下一条线 画下一个圆 通通不就都做出来了吗 了解意思吗 OK 做完一个之后下一个会做吧 再一条线 然后从 四分点 这边有四分点 点下去 它距离多少 七十 除以 七十除以三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条线出来 那再来做什么 再来画一个圆 然后找到这条线的什么 终点对不对 然后怎样 拉到这边来 对不对 然后再来怎样 把这边修剪掉 把这条线拿掉 然后再来画一条线 这样不就画出来 画完上面之后下面的话 我就可以用旋转 转一个180 对吧 那就好了 好慢慢来 第一次 初体验 这个其实你会发现 从没有画 没有不需要任何指令嘛 通通都在这里 你只要看得懂这个图 你就会画了 好吧 画面先还给多一下 各位先体验一下